我们同样关注到还有美朝关系 更多的相关话题 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录制 好的一评 我们来看到美方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生日之机 试图与朝鲜接触 以便恢复自去年至今陷入停滞的双边谈判 但朝鲜表示 只有美国无条件地接受朝鲜提出的全部要求 朝美对话才可能重新启动 我们来看报道 首先看到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 美欲重启与朝谈判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处理奥布莱恩表示 美国希望与朝鲜谈判重回正轨 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去年美朝两国在朝鲜无核化谈判中进展甚微 美国也没有回应朝鲜在2019年年底前重启谈判的呼吁 对此金正恩表示 朝鲜将继续发展核威慑力量 并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一种新的战略武器 专家指出 金正恩很有可能将他的威胁付诸实践 我们再来看到韩国的韩国先驱报 分歧难以弥合 朝鲜外务省顾问金贵官表示 朝鲜已经对双方之前的谈判感到失望 类似去年在越南核内以废弃核设施做交换的谈判 不会再出现 朝鲜不打算用核武器来换取美国取消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 朝鲜始终要求美国全面解除对朝制裁 并对其体制发展提供保证 而美国则认为 朝鲜全面可核查彻底的契合 是美国取消制裁的前提 随着朝鲜立场的愈发坚定 双方的根本分歧更加难以弥合 再来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朝鲜抓住美国政治上的弱点 分析人士指出 朝鲜之所以公开指责 美朝核问题谈判的停滞 是美国政府造成的 并且屡屡对美国发出威胁 甚至暗示要把重启核试验 作为送给美国的圣诞节礼物 都是政治考量在起作用 朝鲜可能认为 在2020年这个美国的选举年 父辈受敌的特朗普 在政治上很脆弱 因此并不急于与美国展开谈判 最后再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 朝鲜不会完全放弃谈判 1月8号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36岁生日当天 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问候 朝鲜方面表示 两国领导人的关系 不足以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 除非美国无条件同意 朝鲜的全部要求 否则朝鲜不会重启 无核化谈判 这是许多分析人士 对朝美谈判持悲观态度 但是朝鲜不大可能 完全放弃谈判 因为朝鲜要融入国际社会 可能还不能完全绕开美国 好 把时间交还给你 一瓶